歡迎收看寶貝小出聲 我是萱萱 最近我們的粉絲團收到了 媽媽的求救 他說呢 她的小朋友在晚上的時候 都會說肚子餓要吃宵夜 那媽媽怎麼辦呢 只能拿餅乾啦 或者煮泡麵給小朋友吃 所以她覺得很煩惱 她想要知道說 該做什麼 可以給小朋友當宵夜吃呢 我們今天請到一位辣媽 徐肖克 她就要來到現場教大家 她平常是怎麼伺候 她家的小朋友的喔 好 我們今天聽到徐肖克 肖克妳好 哈囉 大家好 還有她的寶貝 兒子白開水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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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比較親 沒有 我現在不用吃妳了 她以為現在要吃妳 本集節目邀請到的 童年媽媽徐小可 和她的大兒子白開水 這對搞笑的摩滋檔 除了會帶來美味佳肴 今天還會製造哪一次效果呢 白開水妳平常在家裡 會不會有時候晚上啊 就是睡覺前覺得肚子很餓 有這種時候嗎 那這個時候 妳就會跟妳媽媽說肚子餓 妳媽媽會煮什麼給妳吃 要吃去外面買一些 我會 我會做麵條 我會下麵條跟妳吃 或只是抽牛奶 因為今天 我們就是要請妳媽媽 來救救大家的 告訴大家說要晚上煮什麼 對 我今天要教她做 就是馬鈴薯沙拉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東西 但是裡面就可以放 小朋友喜歡吃的 對 超營養馬鈴薯蛋沙拉 需要的食材有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找馬鈴薯先生 好 然後這個馬鈴薯 台灣馬鈴薯其實很便宜 然後我們就是要把馬鈴薯就削皮 好 這有點危險 好 他在家要幫幫妳削皮嗎 這個動作不讓他做 因為媽媽這個動作 有的時候都會把自己的手削掉 所以 不要這樣削 所以我盡量不讓小朋友做 馬鈴薯要幹嘛 馬鈴薯要幹嘛 馬鈴薯現在就是 我們都把它刨好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切 我來切 不行 怎麼可以切 對 就可以把它切片 好 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是三個都要 馬鈴薯都要用到嗎 三個都要 那妳有時間可以等我嗎 三個 需要我幫忙嗎 可以耶 好耶 好耶 太好了 有真正的幫手 沒問題 這可以當砧板嗎 可以耶 可以 好的 然後因為我們待會都要 都要處理 所以呢 我會 接下來 頭髮好淋亂 這個是生的還熟的啊 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有點 有一點點半熟的狀態 因為我就感覺它有一點點 熟的感覺 有一點半熟的狀態 因為我們蒸其實要很久 對 所以媽媽如果你們在蒸 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大概要有三 三十分鐘到四十分鐘 以上的時間 那如果你想要它更快的話 你就可以把就是我們的 這個馬鈴薯片 對 再切小丁 因為這樣子 就再切小丁會快一點 因為反正我們最後 都是要變成泥的 沒錯 對 所以就再切小丁 就把它丟進去 所以看你們的需求 跟看你們的時間 如果有的時候有時間的話 我就看那個軟硬度 如果不夠的話 我就再 再多加一點水 去電鍋蒸 好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像這邊 像這邊已經有蒸好的紅蘿蔔 對 然後紅蘿蔔呢 我也會把它切成那個 切丁嗎 可以切很小很小很小的丁 對 然後我們還要準備兩顆蛋 因為蛋的部分 我就可以交給 就是小朋友去用了 對 給它打蛋 對 不是打蛋 不是打蛋 今天是打蛋喔 今天自己到菜 也不需要打蛋 上次的打蛋已經讓我嚇到了 我兒子的打蛋功夫 讓我嚇到了 我就回家好好的訓練 就是這一次要剝蛋殼 不用到就是蛋白跟蛋黃要分離啦 所以你說剝蛋 那個蛋應該是煮熟的對不對 對 就蒸熟 其實這道很方便的是 我就把所有的食材 都丟進去 所有的食材都丟到我的電鍋裡面去 對 然後都丟進去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蒸了 那包括紅蘿蔔 然後包括馬鈴薯 然後包括蛋 那紅蘿蔔就是把它盡可能的 切小丁 小塊 其實很方便 所以其實這道沙拉說真的 也可以因為小朋友的口味喜好 然後加不同的料對不對 對 去變換 而且我今天還會加一個 小朋友最愛的 是什麼 真的 對 不是 我都不認識她的 那 剛剛有那麼 不是 剛剛有那麼小顆 怎麼換今天變的鵪唇蛋啊 不是 蛋我人王 怎麼辦 好 而且我今天還會加一個 小朋友最愛的 是什麼 鮪魚 真的喔 對 鮪魚 但這東西 因為我們也常常上健康節目 知道嗎 在很多營養老師裡面 會覺得鮪魚不要常常吃 所以一個禮拜 這我不知道 魚不是很好嗎 有那種什麼 應該是說 鮪魚罐頭裡面 還是有加一些些 就是防腐的東西 所以我知道 妳今天的鮪魚是用罐頭的 對 是用罐頭的 如果用新鮮鮪魚就 新鮮鮪魚可以 但小朋友接受度 我不知道會不會那麼高 我們改成那個鮪魚不就好了嗎 鮪魚可以 對 你把就是 有的時候我會把剩菜 就可能我今天煎了一條鮪魚 然後鮪魚沒有吃完 我就會把鮪魚就是炒 炒成比較酥 然後你可以把它做炒飯 對 炒飯的時候就鮪魚粒炒飯 好 在這個 其實用蘿蔔不用太多 所以我大概用了半根 或者是四分之一根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整個沙拉裡面料最多的 就是我們這個馬鈴薯 馬鈴薯泥 對 馬鈴薯泥 然後接下來還要就是再放 我可以先把這個 馬鈴薯先切好之後先去蒸 好 對 先去蒸 因為它現在還不到非常非常的鬆軟 所以呢 我就把它切片 好 可是如果說你再把它切更小片 會不會更容易熟 會更容易熟 對 但是我今天還滿 我們還滿用心的 好像已經先 已經先蒸過了一陣子了 所以它沒有到非常非常的軟 但是基本上OK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已經就先放到 先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所以是看得出來 你先試液 因為如果要這樣 等一下去的話 至少要等四十分鐘 剛好馬鈴薯拿出來 節目也結束了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放到 電鍋裡面去 那在旁邊已經有備一個了 對 把馬鈴薯跟我們的剛才的雞蛋 然後跟紅蘿蔔都先放到了 電鍋裡面去蒸 那蒸完之後它就會 你看就更軟爛 然後呢 這個蛋是 熟的蛋 好 那現在就請隨隨幫 妳還可以幫我剝蛋殼嗎 可以 可以 來敲蛋吧 不是 它是剝蛋殼 不是這樣敲蛋 OK 那這個蛋殼呢 妳就麻煩妳幫我放在桌上 然後蛋就幫我放進去 交給妳囉 交給妳囉 媽媽 這打不開 要怎麼 好 來 這個我幫妳 來 沒問題 這樣子 妳居然問我怎麼打開 這樣妳就可以剝了對不對 不然芝麻開門它就會開了 好 然後呢 在切完這紅蘿蔔丁之後啊 我覺得它就要做另外一個動作 這動作你們有發現到 就剛剛從頭到尾 我的黃瓜都沒有放到電鍋裡面去 對 為什麼 因為黃瓜其實小朋友都不喜歡吃 只要是這麼深綠色的東西 小孩看到都會害怕 對 可是在這一道料理裡面呢 黃瓜它是出奇不易的點綴顏色而已 並不會吃到太多太多的 太草的味道 是因為我要先把它放到 汆燙 先汆燙 妳要先汆燙 對 先汆燙 然後汆燙之後呢 用鹽巴抓鹽 那為什麼要用鹽巴抓鹽 因為讓它的 可能是因為鹽巴的電解質 可以讓它 這個黃瓜裡面的苦味跟色味 順便出來 妳算厲害的 要仔細喔 不然妳待會兒吃到蛋殼喔 妳知道妳吃到蛋殼 然後大哥 我跟妳說 把蛋放進去 那妳現在蛋要放哪裡 怎麼辦 妳現在蛋放哪裡 怎麼辦 怎麼辦 妳現在蛋 好啦 蛋沒有加可以回去啦 等一下 還有殼在裡面 等一下 沒關係 這一道菜它也會吃到 所以 我是怕我知道蛋殼啦 妳要確保 每一個顧客的安全 蛋殼是不能在裡面的 好嗎 OK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處理黃瓜 黃瓜的部分它是生的 全生的 好 去頭去尾切片 一樣切片 切片的程度就是有多薄 我就切多薄 對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的話 其實也還好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用鹽巴 鹽巴其實會讓就是 那個草的苦澀味掉之外 它還可以讓軟度瞬間的變很軟 對 所以這樣子抓到裡面的時候 小朋友就不會吃到 剛剛原本 不是 怎麼變那麼小顆 怎麼換今天的鵪鵪蛋啊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 蛋破人了 怎麼辦 只加一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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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去找公雞 妳去找母雞膚啊 怎麼辦 妳現在出去問看看怎麼辦 我給妳一點時間 妳到外面去問問看大家 妳說有沒有人可以救妳 有沒有好心人事可以救妳 好 媽媽還要再煮 所以這顆是神的嗎 那我是母雞喔 對 那怎麼辦啊 那我們丟到水裡面去煮好了好不好 還是妳要那個變成說蛋的分量少一點 這樣會影響妳的口味嗎 好 那妳現在幫我們一個忙 妳盡可能的把蛋殼裡面的蛋挖進去 那我也來幫忙好不好 然後 天啊 妳不是答應我 妳今天會好好的做這一個步驟嗎 它已經好好的做了嗎 它好好的做 但我沒想到它蛋會自己滾 所以說等一下 妳放在鹽水裡面 大約需要多多時間 其實汆燙一下水滾了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了 那拿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就是讓它 讓它用鹽水抓醃一下 對 讓它自己出水 然後出水完之後 這個道理就有點像是 我們高麗菜碰到水分 其實青菜碰到水分都 青菜碰到鹽巴都會出水 對 所以這個道理就讓 讓我們的蔬菜自己先釋放出來 甜分然後跟苦澀的味道 讓它再掉 好棒 好了 謝謝 然後那妳可以 我們這個 這個不用了 因為它如果要 它如果需要就是 它如果需要熟的話 又要一段時間 一顆蛋就好了 所以妳今天吃到的是蛋掃 的蛋沙拉 好 接下來呢 不要再這樣 不 放下 放下 妳冷靜 放下 這是生的 先生 我真的被妳嚇死 妳今天變生蛋沙拉 好 接下來就水 因為我們已經用的是熱水了 所以就讓它在裡面 穿燙一下 然後燙完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把它撈出來了 好 然後水水妳要幫我一個忙 這樣妳還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蛋不要管它了 好 蛋不要管它了 好 然後妳現在幫我一個忙 就是這個馬鈴薯丟進去 妳要幫我把它壓喔 好 這動作 妳把它弄成泥嗎 對 把它弄成泥 用手還是要用什麼攪拌的 用 用這個 妳跟妳講 妳就這樣壓 會需要點力量 妳手要扶著它 因為如果你手不扶著它 它會一直往這邊衝過來 等下就打破會不會 對 手要扶著它 壓 好 幫忙妳 加油 可以嗎 還是妳要用手抓 妳想用手抓嗎 那我給妳戴手套 太太 好 我給妳戴手套 太太 戴一個就好了 好不好 好 好 給妳抓囉 抓煙 抓 恰恰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等這邊 就是在它繼續滾的同時呢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蛋 可以給它切丁 蛋也要切丁啊 對 蛋也要切丁 好 可以把它切丁 那其實我剛剛叫它幫我把那個 蛋白跟蛋黃分開 還是因為就是想要它有一點事情做 所以其實也不一定需要把蛋黃蛋 白分開切 不一定 因為我們吃到的大部分都是蛋丁 對 對 小蛋丁 OK 然後放進去 那在這個過程之內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小黃瓜撈起來嗎 小黃瓜撈起來 都倒到一個碗裡面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讓它在旁邊 妳說為什麼很臭 妳吃到的馬鈴薯就是這樣 妳馬鈴薯妳就是這樣 然後加一點點的少許的鹽巴 進來 然後抓鹽它一下 它待會兒會再出水 然後現在的軟度 其實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的軟 然後剛好就等它放涼之後 它的軟度就可以 適合我們的馬鈴薯沙拉的軟度 就會像我們在外面吃到 有的時候會吃到一片 彎彎的黃瓜的感覺 對 好 然後接下來我要幫忙了 因為我覺得再這樣抓下去 它這樣不算抓好嗎 沒有 沒有算非常 因為還是有馬鈴薯塊 好了 妳在洗衣服啊 好 然後現在 沒關係 妳靠邊邊 然後我來用 好 我來 妳可以把手套拔掉 沒關係 所以這個還是要 沒有辦法用手 因為還是要用壓的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點的 壓幹嘛 妳可以加一點點那個 美乃滋進來 妳要幫我加美乃滋嗎 對啊 那美乃滋要加多少 基本上我會讓小朋友加 就是他們想要吃多 奶就會加多奶 那妳現在幫我擠 然後我說停就停 等一下喔 我說開始喔 不可以偷跑喔 預備 開始 擠 邊擠 然後妳邊攪拌 對 邊擠 邊攪拌 它就會比較有濕度 不然馬鈴薯沒有濕度 其實就很難變成沙拉 那如果有些人他用那種什麼 調理機或者是果汁機 攪是不是會比較方便 其實可以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 有的時候我們還是想要吃到一些 馬鈴薯塊的口感 我自己 然後我之前有吃過那種 就是在裡面加通心麵的 我也覺得超酷 就是有那種彩色的通心麵 然後妳可以試著把它加進來 對 試著把它加進來 好 黏 很黏 很黏啊 好 就是像這樣的感覺 妳們可以看到就是這樣的感覺 然後裡面有一點點的力 就差不多了 好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可以 加少許的鹽巴 少許的鹽巴 因為上次 因為上次做那個番茄炒蛋的時候 他就有這樣幫我加鹽巴 然後就這樣 這樣不是會一不小心 一失手就 他就覺得這樣子有 好 好 然後就抓一下 抓鹽一下 一樣就抓 一樣 沒東西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蛋丁 那丟 好 你丟 麻煩你 對 那你覺得不夠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夠不夠濕 那你為什麼覺得 因為你覺得現在不夠濕 所以再加美蘭汁 就感覺太像麵 麵糰 對 然後再加紅蘑菇 好 好 這樣就已經做完了嗎 對 接下來我們還要就是 可以把它沾盤 然後呢 這個小黃瓜 等一下 搶水水 等一下 這個小黃瓜 你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就是出了還滿多水的 對 對 然後我們就是用手 把它 再抓出更多的水出來 怎麼有一個怪怪的味道 它就是黃瓜的味道 怪怪的味道 好 然後把它丟進去 輕輕的灑 那還是稍微 然後用湯匙我們再拌一下 所以等一下就說 像我們剛剛看到 你準備的這個生菜 或者說是麵包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裡面對不對 對 可以把它放在這裡面 等於是兩種吃法囉 對 可以兩種吃法 其實你這樣直接吃 像我們有的時候女生減肥 然後又不知道 又不敢吃飯 然後可是又取得好餓 沒有吃到澱粉 其實馬鈴薯跟地瓜 都是還滿好的優質澱粉 對 你就可以替代 有的時候想吃餅乾 然後想吃飯的那種罪惡感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把玉米粒也放進來 其實這一道 我來 好 那妳幫我用湯匙碗好了 全部放 不用全部放 一半就好了 一 好 這樣 再一勺 我剛剛在 我剛剛以為他要吃 妳剛剛這樣鼻子頂住 趴它出來的意思嗎 我去 好 妳這個 這個應該不能吃太快 我現在準備 好 妳是準備什麼 她平常在家裡 都沒有這麼搞笑嗎 沒有耶 她平常在家裡都這麼搞笑嗎 沒有耶 我覺得她有 真的是遺傳的力量滿大的 我覺得她很有天分耶 她下次可以就是 如果妹妹也有機會再來的話 因為妹妹的表演欲 也非常非常的強 妹妹的表演欲 非常非常非常強 或者可以讓他們兩個同時 當幫手啊 對 對不對 可以 但是有可能這一道菜 好 我現在把手套拔掉 但這個基本上是OK了 然後我現在要處理麵包 好 麵包還要處理啊 這樣就可以了 阿絲 等一下... 妳看 我怎麼受不了 真的滿好吃的耶 而且我也有吃到馬鈴薯塊 對 馬鈴薯塊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 妳可以用可頌 然後或者是 一般的 可... 可頌 是可頌 是可頌麵包 好嗎 然後妳就把中間這樣片開 對 因為它現在是比較硬的狀況 所以我先把它片好 好 把它片開 然後再去烤它 對 烤它 然後到時候就變成可以給它夾住 可以夾個尺 那像我們一般在麵包店啊 會買到這種可頌麵包 其實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的方式 那像妳會 所以妳也用過吐司這樣做對不對 吐司也可以 然後吐司現在不是有很多 吐司壓膜嗎 對啊 妳可以把它放進去 然後壓出來那個樣子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去烤它 妳要烤多久 沒有 應該這樣 沒有啦 大概... 三十秒 大概二十秒就夠了耶 我就是跟一般烤吐司的時間 差不多 一個小時阿姨已經下班了 可是有上火 下火的溫度 我們家是直接就是小烤箱 其實一下下的時間就好 好 在這一下下的時間 我們現在來處理這個 西美生菜 生菜的部分 妳要怎麼處理 它其實就是把它包上去 打開 好 等一下 我把它打開 然後妳幫我放上來好不好 好 妳幫我挖 那我要用左燦 妳不用左燦啊 妳就挖 然後挖 一球圓圓的 一球圓圓的 妳盡力 妳盡力 這樣不是妳幫 這樣不是一球圓圓的 一球圓 正所謂一球圓圓 來 好 阿姨示範給妳看 一球圓圓的 妳知道嗎 一球圓圓的 有沒有 一球圓圓的 一球圓圓的 好不好 一球圓圓的 這樣子 好嗎 這樣子大小 放上來 嗯 不需要光臨 不要不用光臨 這樣就可以嘛 這樣就可以了 阿絲 你看 大的撈手 沒關係 為什麼要鋪點在上面呢 因為可以蓋住一些 他們不喜歡的 例如說紅蘿蔔 然後或者是小黃瓜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現在好像舊麵包 妳覺得好不好吃 是爸爸瑪芽煮的都會說好吃 它其實還滿紅腸的 而且它很好養 打開一點點之後呢 好 拉汁 放上去 等一下 我要先刮這邊 好 我們現在看到小桑呢 在盛盤的過程裡面 我們待會兒就可以美味開動了 好 我們的白宮百搭沙拉已經完成 對 感覺很浪費對不對 它就是個馬鈴薯沙拉 好 我現在要先切 妳看 好 我怎麼會受不了了 好 我先切這個給我 為什麼要叫做這麼繞口啊 白宮 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是白宮這一家 就是像我們這一家的道理是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 妳知道有了孩子之後啊 政治大師都不用關心 每天都是在關心這些 小朋友的事情 真的滿好吃的耶 就是 它的味道可以隨個人 跟小朋友的喜好自己去添加 而且我也有吃到馬鈴薯塊 對 馬鈴薯塊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有的時候小朋友 不是很喜歡吃那種爛爛 吃不到東西的那個食材 對 它就是可以自己去添加 重點是因為就是新鮮看得到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吃馬鈴薯的東西 對 今天就見到說 我們的這個辣媽徐小可呢 教大家這一道很好吃 又健康的 叫做白宮百搭沙拉 是 好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很想學這一道菜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 寶貝小廚生臉書 粉絲專頁上查詢 另外家中的小朋友 如果也想要上節目當小幫手 歡迎到臉書上報名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一對 母子打徐小可 還有白小學 謝謝 我們寶貝小廚生下次見 拜拜 我要求我吃這個